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尝试像这种职业比较类型化特殊化的一些角色 所以这次能够适应一个消防员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 在拍摄之后对消防员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全新的人士 以前说实话对这个行业从外到内都不是了解很多 但是这次去适应一个消防员你就会去观察很多资料也好 还有去网上看一些新闻类型的 去体验消防员的生活去训练一个多月消防大队 还有去参加一些活动啊 然后呢去接触到真正的消防员去了解他们 真的很艰辛啊 就是平时很少陪伴家人 然后呢去出任务的时候又是出生入死 所以呢真的很敬佩他们 很多人呢除了在作品上的张志涵之外呢 其实在很多美妆活动 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张志涵本人 其实是在一个美妆在演活动上 所以我觉得美妆品好像还非常亲爱你的 那我也考一考验这么多年过去 对于美妆的知识有没有一些增长啊 我还考虑你姑娘们的化妆包里面 能不能想想都有些什么 我们举出四样东西了 随身鞋带我觉得第一个口红吧 口红是绝对是 其实观察一个女生就很简单 就是看到饭后一般吃完饭了 还要掏出什么东西来 还有就是那种散粉 散粉也很重要 对一定会有的那小镜子 小镜子能打开那个精致的补妇 然后呢还有就是遮瑕 遮瑕 出油的时候一旦有痘痘啊什么 有痘痘啊 或者是哪里可能刚挤完痘痘啊 有个印子啊 完美的就会遮瑕一下 然后呢有的女生啊 我觉得会带眉笔 对的我跟你想的其实一样的 姑娘们其实特别爱带眉笔出门的 说说你的理由 我的理由 你为什么想到眉笔这件事呢 因为我平时啊 我觉得我素颜的时候呢 最差的是眉毛 所以我都很想随身携带一个眉笔 你知道吗 海哲们哈 眉笔的教程赶紧都发到微博上来 影响了一个其实也是口红 那假如说考验考验你哈 未来我们要彩妆合作的时候 夸一支口红 这汉会怎么夸 我真觉得就是口红的威力非常大 就当时是忘了做活动 还跟朋友吃饭 嗯哼 他就没涂口红来 然后呢吃完饭了他涂口红 你快想到这人是谁了吗 不一上完就是感觉本来就很白嘛 然后就看起来很冷 一涂完口红我就立马就觉得 这个人就很精神就活了 就散发了一个光芒 真的真的 当时我是真那个 因为他整个人也很白 然后唇色也是那种很淡淡的 然后大家吃完饭 他套出一个口红了 然后一涂 我就感觉他突然就化妆一样 真的 因为他皮肤本身就很好 突然就化妆了一样 就是整个人就亮了 就一个唇色 就马上整个人气色就不一样 对对 主要是气色 就气血感觉就看着这个嘴啊 就感觉哦 活过来了啊 我看镜头还别人在讨论 可能本来有点像生病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一涂 哇 活过来了 那这林黛玉瞬间变成了王熙凤的感觉 大家回头看一下 刚才张哲瀚说到这个唇膏的时候 我那个眼神当中的诚恳 我真的不是骗你的 所以每一个海招们举起起来 那我知道 那个哲瀚是金牛座对吧 对 金牛座给人的印象里边有两种特质哈 一种是节俭 一种是固执或者说坚持 这两个特点里边你觉得哪一个特点 在你身上展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比较固执吧 那比较固执 嗯 节俭 我老妈 节俭笑了 哈哈 我妈老说我不是很节俭 但是其实也会有个概念啊 就不是说那种完全没有概念的 我觉得是你的能力所致吧 你能力越大了 可能你就不会说因为一点很小的东西 然后很纠结 就是你觉得啊 这个可能 还可以 不痛不痒 啊 那就做了啊 那生活当中固执体现的一方面 比如说是在工作的要求上 还是在起居饮食 还是在一些生活习惯上面呢 就是 比如说你很有自己的想法吧 嗯 然后呢 会去很坚持自己的想法 对 然后呢 比如说像坚持运动啊 还有坚持去学习很多东西 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固执一点 说到坚持运动 我刚才看到化妆的时候 膝盖上还绑了冰盖 最近是受伤了是吧 对 很久了 受伤了一年多了 但是还没有恢复好 嗯 当时拍《烈火英雄》的时候 就是刚刚做完手术 做了这么久的运动 我也知道你平常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 嗯 现在有没有什么运动是玩了的 但还是觉得怎么都玩不转的 有没有 好像没太有这种力 这么自信啊 可能腿坏了之后可能会有吧 但腿坏之前我觉得 比较这个运动的天赋 不是说我能跑得比别人快 就是极限的这种天赋啊 因为我也跑不赢运动员 也打不过篮球运动员 主要就是我这个 这个模仿能力和这个肢体协调比较好一些 所以说 学什么运动类型啊都比较快 啊 这也是一个演员的天分对吧 对 学什么像什么 对对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 学什么像什么 或者去就是借鉴别人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现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 现在保持运动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节奏 嗯 如果是在家的话 工作不忙的话 嗯 我都说自己 就是我这个受伤之后呢 要适当运动 能慢慢提高运动的强度 慢慢逐步恢复起来 对 但是我就 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康复 我就心很急 就练得很猛 嗯 反而就是适得其反 所以呢 就是 哎 这也是金牛做固执的一种 对 真的真的是 然后就是 在家如果休息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是 人家是 可能做一次运动会觉得 一个星期可能锻炼一两次 就够了 够了 我是每天如果不让我锻炼 我会很难受 就回心不舒服 对对对 是这样 我知道你篮球打得很好 在这么多项运动里面 除了篮球之外 你还觉得哪样的运动 是你最拿的出手 可以显摆显摆的 就是在艺人里面 对对对 啊 曾经啊 怎么怎么 最开始就是曾经两个字呢 对 因为在恒电拍戏很无聊 然后呢 有很喜欢运动 那我还小嘛 刚开始拍戏 所以戏不多 能够每天有大把时间的运动 打篮球 因为需要很多人 而且会容易受伤 对 很多艺人不会选择去打篮球 所以呢 他们就拉着我陪他们去打羽毛球 结果打了两三个月以后呢 我就发现 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我 虽然我不是说我有多厉害 就是能跑 啊 就各种球的东西 对就是太能跑了 比如说可能人家技术好 但没有我能跑 他放个小球我也能接到 打到后面我也能接到 后来我就发现 我怎么样能够赢他们呢 我就所有的球都往后面打 就跑不过去的 就是就是他累死他了 就是累 对 这招够厉害的 现在估计用不了这招了 对 现在跑不了了 现在没那么厉害 所以这个以后 跟哲瀚拍戏的各位男演员们 私下来玩什么 羽毛球 假如我们的粉丝里边 有人觉得夏天太热 不想出门 但是你想确诊他多运动运动 你能不能给他好好的开导一下 很简单 只要你想运动啊 比如说你可以去游泳 对吧 就很舒服 现在健身房空调也很凉快 你可以去室内啊 不一定要选择户外运动 我也不去户外运动 户外运动这有点 和自己过不去的感觉 反正就给自己找一点借口 去尽量的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尝试一下运动 对 说起大热天啊 现在这个夏天来了 大家都想解解暑 假如说现在走进咖啡馆 让你点一杯饮料来犒赏一下自己的话 折外会选择什么样的饮料 果汁吧 冰镇果汁 什么水果 都很西瓜汁 我比较喜欢喝一点 对 所以冰镇西瓜汁 你觉得是在这个夏天 最能够让你心满意足的 特别是在运动之后 对 哇 那 爽极了 最近就是一定要碳酸饮料吧 嗯 可乐啊 雪碧啊 这个在夏天喝一个冰的 然后带冰块那种 太爽了 已经口水都快下了 说起这鲜架果汁 假如说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水果 水果形容自己啊 猕猴桃 猕猴桃 嗯 外面酸酸的里面甜甜的 金黄的那种猕猴桃 嗯 很甜 营养价值非常高 要说自己很甜 就是营养价值 就很好吃 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 然后因为我听说在日本啊 在很多国家 就是他们都没有猕猴桃 嗯 这个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对 海责们好好发掘一下我旁边这颗猕猴桃 里面还有很多的甜 等待你们发掘 日常生活当中假如说这个无论白天晚上啊 真的会毫无顾忌的接一个朋友电话 说实话 我很少打电话 嗯 除非打电话都是因为工作 而且我的手机是静音的 啊 因为我之前一直拍戏嘛 嗯 如果手机震啊 或者是手机有响声啊 万一揣在口袋里或者是怎么样在现场 都会有响声 所以都会影响工作 所以我的手机就已经习惯了 就长期保持静音 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绝对不会被什么手机吵醒 不可能 对 对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急事想要求助的话 千万不要打电话给张这 谢谢钱啊 你第一时间打电话说 肯定是牵不到你的电话 这会儿呢再跟这个 假如说现在我们现在镜头前面 还有不太了解你的这个朋友们啊 安利一下他 你会怎么跟他安利说 诶 多来关注关注 张哲瀚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作品吧 嗯 作为个演员就是首先得有好的作品 让观众去认识你 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的人 去了解 这样一个可能看了戏有的还对我不是很了解 或者是有什么反差呢 如果是来我的微博 或者是什么我的宣传方面看到 可能他们会觉得啊 这大概是个运动员 对 真的是看日常 张哲瀚的微博 真的是看一个运动员的微博 因为大家都是分享日常嘛 我没什么好分享的 只能分享 就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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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现在打不了球 就每天都在游泳 因为游泳对我的康复膝盖很好 所以我每天就像我出发之前来拍摄之前 而且我看住哪个酒店 我一定会看有没有游泳 就是出发之前或者是可能受工了 我一定会去游一下 就是整个人身体状态也好 对我的膝盖也很好 说到作品第一哈 接下来的有没有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呢 现在跟大家提前套路一下 这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藏了很多的秘密 我上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什么类型的综艺节目呢 现在 我看到了镜头外面 已经大肆地跟我揮手了 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厉害 会在今年年底 没有快了快了 就这个月下个月的样子 哦那很近那很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吧